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还要活着 在小说《活着》里有一句话 我想就是最好的答案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 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这个过程都要走完 生而为人 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在经历了所有的苦难之后 依旧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 才是最大的圆满 何为一生 西慕容说 每一朵花只能开一次 只能享受一个季节热烈的 或者温柔的生命 我们的一生又何尝不是 从咕咕坠地到将近暮年 不过短短三万天 还来不及感受 生命就已匆匆而过 总以为还有机会 总以为来日方长 却不想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分道扬镳 都埋着不起眼的伏笔 等你知道时 早已追悔莫及 人这一生最残酷的事情 莫过于约好了再见 转身却已后悔无期 恰如当我们的青春 渐行渐远中所言 我们匆忙赶路 却逃不掉孤独疲惫 我们豪情万丈 却藏不住遍体鳞伤 你以为青春的旅途 是殊途同归 谁知道它名叫后悔无期 时光清浅 岁月如梭 别给自己留遗憾 才对得起 这一生的岁月芳华 那些想说 却没勇气说出口的话 大胆去说 那些想做 却还没来得及做的事 现在去做 那些想看 却没有机会看的风景 尽情去看 那些想爱 却不敢去爱的任何人 勇敢表白 人生一世 总该有这么一次疯狂 为了一个目标 一个心愿 为了所爱之人 所想之事 去拼搏 去奋斗 去争取 去行动 即便没有岁月可回头 只要在生命的触手可及之处 活得灿烂 不留遗憾 就是对自己这一生 最好的交代 何为人生 世人慌慌张张 不过是头碎银几两 偏偏这碎银几两 能借世间惆怅 可让父母安康 可护幼子成长 但偏这碎银几两 断了儿时梦想 让少年染上沧桑 压弯了几两 并满白霜 让世人愁断肠 一段话 道尽了世间的常态 人生的无奈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本身就是被各种各样的欲望包裹着 比如财富 民生 地位 美貌 似乎只有获得这些 自己的人生才算开始 却不想 人生有耻 过则为灾 欲望太重 终会祸心 曾听过一个故事 据传 印度人为了捕捉猴子 特意制作了一种木笼 笼中放着食物 猴子伸进手去抓住食物 手就拿不出来 要想拿出手来 必须放下食物 但猴子却舍不得放下食物 所以 他们轻而易举就被抓住了 人也是一样 人生若被自己的欲望拿捏 只能失去自由 人人摆布 许多时候 放下才是对生命的后养 正如孔子所云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德之 不除也 贫与贱 是人之所悟也 不以其道德之 不去也 人生朝露 浮生如迹 凡事 看开一点 放下了心中的执念和欲望 就会明白 原来生活 可以很轻松 一单石 一瓢饮 虽在漏下 不改其乐 人生 其实许多 不曾在意的美好 学会 珍惜当下 所拥有的一切 往后一生 避会柳暗化明 何为活着 在知乎上 有这样一个问题 美国电影 心灵奇旅 讲述的核心是什么 底下有一个 点赞上万的回答 活着的意义 这部片子 最打动人的 就在于 它用无比温暖的故事 告诉每个人 只要活在这珍贵的人世间 就是生活的意义 记得里面 有这样一段对话 小鱼问大鱼 我在努力 寻找它们 所谓的海洋 大鱼很疑惑 海洋吗 那就是你 现在所在之处啊 小鱼说 这里 这里是水 我想要的是海洋 就像这条小鱼一样 我们总以为 在现实生活背后 一定还有个 更伟大的意义 这个伟大的意义 才是我们 毕生追求的梦想 但其实 人生 哪有那么多 高深莫测的意义 和究竟呢 如果说有 那无非就像 电影里表达的那样 我们一直在寻找海洋 却忘了我们 一直生活在海洋里 活着的价值 就在于普通 而又平静的生活本身 一花一叶 一草一木 夏天的清风 冬日的暖阳 春天的鲜花 秋天的落叶 这一切的一切 微不足道 却能给你生活的能量 周国平就曾言 人世间的一切不平凡 最后都要回归平凡 都要用平凡生活 来衡量其价值 伟大 精彩 成功都不算什么 真有把平凡生活 真正过好 人生才是圆满 纵有疾风起 人生不延弃 这便是我听过 关于活着的最好的答案 生活一辈子 悲欢交织 得失错落 唯有看淡 无法掌控的羁绊 笑对难以抗衡的命运 才能不枉此生 不复岁月 珍惜当下的拥有 不恋过去 不畏将来 放下自己的执念 既有所失 亦有所得 接受生活的平凡 渺小之中也有伟大 宠辱不惊 闲看亭前 花开花落 去留无益 漫随天外 云卷云疏 愿我们都能参透 生命的真谛 内心充实 活得自在 如此便不需此行 人生最难得心安二字 所谓心安 就是心里没有后悔的事 没有亏心的事 没有想不开的事 不畏名所累 不畏利所义 清清白白做人 干干净净做事 如果患得患失 心浮气躁 人生就会疲惫不堪 了无生气 唯有保持一颗 宁静的心 不掩热全世 不艳羡富贵 活得纯粹 活得自然 才能求得一个心安 人生的路上 我们都在奔跑 我们总在赶超一些人 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 人生的要义 亦是欣赏沿途的风景 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 人生的秘诀 就在于寻找一种 最适合自己的速度 莫因极尽而不堪众贺 莫因迟缓而空耗生命 人生的快乐 就是走自己的路 看自己的酒 超越他人不得意 他人超越不失智 生活就像一杯酒 需要细细来品尝 喝在嘴里 也许会感觉到苦涩 可咽下去 就是唇香的 对于人生 没有过不去的者 只有放不下的太多 生活像首歌 弯转着异曲 平平泽泽的旋律 弹奏着世间的悲欢离合 我们聆听着 感怀着 而它并不是单一的 岁月的凉薄 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 人生在世 行路匆匆 擦肩而过 总会相逢 相逢便相识 相识后相知 相逢是远 相识是远 相知亦是远 可远来如貌 远去如风 放得下的是一场善缘 放不下的 也就成为了劫难 千回百转 久久缠缠 躲不掉的 终须来过 躲得掉的 来去随缘 缘未尽 情由吃 心由跳 缘衣了 心太累 不如放手 各走东西 不论你身于何地 居于何止 处于何境 心于何求 都要感恩生活的 惠赐与拥有 宽容他人无心的措施与伤害 笑看漫漫人生的 坎坷与不幸 收藏源自心灵的体会 和感悟 风轻云淡 宠辱不惊 你会发现 生命中平淡如水的日子 因为爱而博大 因为感动而温馨 因为给予而厚重 因为努力而充盈 无人可以篡改你的人生 只是在困苦与曲折中 我们要多些把握自己的勇气 敢于坚定地选择 更要大度地放弃 内心的强大 不是一味地隐忍 而是在经历 百转千回后 发现自己依然 倔强地站立 只要灵魂不倒下 谁也摧毁不了你 别为了拒绝凋零后的凄美 而惧怕盛开时的绚烂 真要心底坦然 早晚皆是好时光 人生多是无奈 一边怀念 一边忘记 一边继续 壮烈也好 惨痛也罢 我们毕生地追求 终是深空心静 云淡风轻 把自己当作一片落叶吧 别奢求太多 季节变幻 岁月轮回 青春时肆意抽绿之头 枯黄后 洒脱飘然落下 这条路上 能走多远 能遇上谁 皆无定数 我们能做的 就是选择后不抛弃 放手后不愧毁 我们要学会 经营自己的生活 不是天天混日子 也不是天天熬日子 而是天天享受日子 心静简单了 就有心思经营生活 生活简单了 就有时间享受人生 活得简单不难 只需懂得为自己而活 为美好而生 为幸福而做 多一分快疑 少一分忧伤 多一分真实 少一分虚伪 多一分悠闲 少一分忙乱 人生所有的问题 都是关系的问题 在所有的关系之中 你和你自己的关系最为重要 它是关系的总期待 如果你处理不好 和自我的关系 你的一生就不得安宁和幸福 你可以成功 但没有快乐 你可以有家庭 但缺乏温暖 你可以插紫烟红 宾棚满座 但却不曾有高山流水 患难之交 得失如云烟 转眼风吹散 人生百年 转眼成空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一切邂逅 悲喜皆由心定 看得透 放得开 则一切如 镜中花水中月 虽然赏心悦目 却非永恒 不如开开心心 坦坦荡荡 不让自己在悲伤中度过 别让自己在徘徊中漫步 随缘其指 一切以开心为准则 人生一场 不过活一回心境 生活到处是真苦难 假欢喜 这是一百多年前 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 对生活的描述 人生很苦吗 很苦 命运无情吗 无情 在无数个濒临崩溃的夜晚 每个人都难免会有 想要放弃的念头 既然这般艰难 人为什么还要活着 在小说 活着里有一句话 我想就是最好的答案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 不管你愿意 还是不愿意 这个过程都要走完 生而为人 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在经历了所有的苦难之后 依旧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 才是最大的圆满 灵妖 何为一生 习慕荣说 每一朵花 只能开一次 只能享受一个季节热烈的 或者温柔的生命 我们的一生 又何尝不是 从姑姑坠地到将近暮年 不过短短三万天 还来不及感受 生命就已匆匆而过 总以为还有机会 总以为来日方长 却不想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分道扬镳 都埋着不起眼的伏笔 等你知道时 早已追悔莫及 人这一生 最残酷的事情 莫过于约好了再见 转身却已后悔无期 恰如当我们的青春 渐行渐远中所言 我们匆忙赶路 却逃不掉孤独疲惫 我们豪情万丈 却藏不住遍体鳞伤 你以为青春的旅途 是殊途同归 谁知道 它名叫后悔无期 时光清浅 岁月如梭 别给自己留遗憾 才对得起 这一生的岁月芳华 那些想说 却没勇气说出口的话 大胆去说 那些想做 却还没来得及做的事 现在去做 那些想看 却没有机会 看的风景 尽情去看 那些想爱 却不敢去爱的任何人 勇敢表白 人生一世 总该有那么一次疯狂 为了一个目标 一个心愿 为了所爱之人 所想之事 去拼搏 去奋斗 去争取 去行动 即便没有岁月可回头 只要在生命的触手 可及之处 活得灿烂 不留遗憾 就是对自己 这一生最好的交代 零二 何为人生 世人慌慌张张 不过是涂碎银几两 偏偏这岁银几两 能解世间惆怅 可让父母安康 可护幼子成长 但偏这岁银几两 断了儿时梦想 让少年染上沧桑 压弯了几两 避满白霜 让世人愁断肠 一段话 道尽了世间的常态 人生的无奈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本身就是被各种各样的欲望包裹着 比如财富 名声 地位 美貌 似乎只有获得这些 自己的人生才算开始 却不想 人生有耻 过则为灾 欲望太重 终会祸心 曾听过一个故事 据传 印度人为捕捉猴子 特意制作了一种木笼 笼中放着食物 猴子伸进手去 抓住食物 手就拿不出来 要想拿出手来 必须放下食物 但猴子却不舍得放下食物 所以他们轻而易举 就被抓住了 人也是一样 人生若被自己的欲望拿捏 只能失去自由 任人摆布 许多时候 放下才是对生命的后养 正如孔子所云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除也 贫与贱 是人之所悟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 人生昭露 浮生如迹 凡事看开一点 放下了心中的执念和欲望 就会明白 原来生活可以很轻松 一单时 一条隐 虽在漏相 不改其乐 人生 其实许多不曾在意的美好 学会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 往后余生 必会柳暗花明 03 何为活着 在知乎上 有这样一个问题 美国电影《心灵奇旅》 讲述的核心是什么 底下有一个点赞上万的回答 活着的意义 这部片子最打动人的 就在于它用无比温暖的故事 告诉每个人 只要活在这珍贵的人世间 就是生活的意义 记得里面有这样一段对话 小鱼问大鱼 我在努力寻找他们所谓的海洋 大鱼很疑惑 海洋吗 那就是你现在所在之处呀 小鱼说 这里 这里是水 我想要的是海洋 就像这条小鱼一样 我们总以为 在现实生活背后 一定还有个更伟大的意义 这个伟大的意义 才是我们毕生追求的梦想 但其实 人生哪有那么多高深莫测的意义和究竟呢 如果说有 那无非就像电影里表达的那样 我们一直在寻找海洋 却忘了我们一直生活在海洋里 活着的价值 就在于普通而又平静的生活本身 一花一叶 一草一木 夏天的清风 冬日的暖阳 春天的鲜花 秋天的落叶 这一切的一切 微不足道 却能给你生活的能量 周国平就曾言 人世间的一切不平凡 最后都要回归平凡 都要用平凡生活来衡量其价值 伟大 精彩 成功都不算什么 只有把平凡生活真正过好 人生才是圆满 纵有极风起 人生不延弃 这便是我听过 关于活着的最好的答案 零四 人这一生 总共三万多天 算一算剩下来的日子 屈指可数 对于我们大部分普通的 迷茫的人来说 我想告诉大家 如果无法给予自己生命的意义 不妨试着追求快乐和自由 学会在现实生活当中体会快乐 或许在这段感知中 你将收获到你的生命意义 追求快乐和自由是人生的真谛 人活着的意义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好好享受 我们作为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感受世界的美好与快乐 追求自己的热爱与自由 我们和动物最大的区别 大概就是人类具有动物所没有的思想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意义 就是能够活出自己 当然 很多人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要是一个人的一生 只是为了别人去生活 那么注定是没有意义 又可悲的一生 它和那些没有思想的动物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一个人首先成为自己 才能成为其他的任何角色 所以自我实现 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课题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 都是非常宝贵的 如何在有限的生命当中 发挥出无限的价值 这是作为一个人 应该思考的问题 说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 从字面上的意思 就能够得知 就是实现自己的心愿 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梦想 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提出了 作为一个人的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认为 一个人最高的需要层次 就是自我实现 因此可以说 要是能够做到自我实现 也就活出了人生最大的意义 同时 马斯洛会认为 自我实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从人类需求的金字塔上面来看 自我实现放在了最高层 只有实现了那些底下的低层次需求 才能够满足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求 学会在现实生活当中体会快乐 快乐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说 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而是用心去真实地感受 这种主观上面的感受 并不能凭空而来 大部分的快乐 都是需要通过物质上面的载体带来 因此 一个人只有热爱现实的生活 他们才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快乐 一个脱离生活的人 根本就不会收获快乐 对于大部分人的人生来讲 都不可能做到永远的幸福和快乐 人生总是充满磨难与挑战 同时 还掺杂着许多痛苦与折磨 而之所以会感到痛苦与折磨 很可能是因为人类的欲望得不到满足 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任何一个东西 其实都代表着他们身上具有欲望 欲望是一个动力因素 可以推动人类前进去追求他们想要的东西 但是并不是任何人的欲望 最终都能够得到满足 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人类就会感觉到痛苦 虽然说人类需要追求快乐和自由 但是快乐和自由永远都不是人类的人生意义和人生目标 一个为了快乐而快乐的人是得不到真正的快乐的 只有在复杂多样的生活当中 才能够体会得到人生的快乐 每个人的人生意义都是非凡的 同时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活出自我 而不是为了别人而活 要是一辈子都在为了别人在奔波和努力 从来不会为自己着想 那么等到老了以后回过头来 尽是可悲与后悔